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雄 我们继续跟进俄乌方面的消息 先看一下战场方面的消息 在备受关注的库尔斯克战场 5万名俄朝军队发了封死的进攻 分别在新伊万诺夫卡东南 波格雷布基西南 古列霍卧室中心三个方向进行大反攻 但到目前为止 所有进攻都被乌军击退了 乌克兰武装部队仍然控制着库尔斯克 821平方公里和81个定居点 近20天 库尔斯克战线在俄军猛攻下 窥然不动 俄罗斯方面显然是失算了 上个月普京定下了新的目标 并从朝鲜搬来援军 希望尽快的赶走乌克兰部队 结果失望大于希望 俄军发动三天大规模反攻 损失28辆壮大车和200多名士兵伤亡 到头来却将克鲁伦科 突出部送到了乌军手里 并可能丢掉新伊万尼弗卡 俄罗斯媒体甚至发出哀嚎 汉山翼汉乌军南 乌军之所以能够守住库尔斯克 有三个方面原因 一是熟练的运用了无人机 昨天俄军组织一支 由30多台机械化装备 组成的营级突击部队 攻击乌克兰47旅 在库尔斯克的阵地 一场大战后 留下遍地的废铁和尸体退走了 俄罗斯一辆辆的坦克 在乌军无人机的打击下烟消云散 现在乌克兰玩无人机玩的实在是太溜了 乌克兰无人机昨天点了莫斯科的S7航空配件仓库 看爆炸的情况 收获应该不小 紫雷斯基日前表示 俄罗斯的军事设施越来越在乌军可触及的范围 其军火库、机场及其军工综合体企业 都将不再是秘密了 第二个原因是装备质量比俄罗斯的抗打 举个例子 一辆布莱德利被俄罗斯无人机攻击 只造成了一点损伤 一辆T90M被乌克兰无人机攻击 却放起了烟花 第三个原因是 乌克兰使用了高科技 增强了战场的感知能力 自10月以来 乌克兰一直在接收SEYE卫星舰队的高分辨率 SLR合成孔径雷达数据 以增强战场情报 2024年9月巩固的这一合作伙伴关系 通过提供世界上最大的SLR卫星星座之一 支持乌克兰的行动规划和决策制定 这也是10月 俄军伤亡连连创下新的记录的一个重要原因 俄军昨天一天单日阵亡 1770人 总死亡人数已经突破71万 再来看一下其他方面消息 特朗普确实是难以预测 现在互联网上又出现一个争吵的高潮 前一个争吵的高潮是谁当选美国总统 美国总统选举尘埃落定之后 特朗普究竟支持不支持乌克兰 又成了一个重要的争吵话题 现在看网友的观点几乎是敬畏分明 谁也不让谁 一方认为特朗普会坚定的支持乌克兰 一方认为特朗普不会支持乌克兰 虽然很多人还是坚信特朗普会支持乌克兰 但是就目前的情况而言 我注意到有一种担忧的情绪正在逐步的蔓延 表现在英国前首相约翰逊发话了 他说如果特朗普削减对乌克兰的援助 那么英国可能要出兵乌克兰 但是英国的前首相按说这样话呀 应该是英国的现实首相说 但是他却说出来了 这说明什么呀 这说明或许他对特朗普也拿捏不准了 也可能受英国前首相约翰逊的影响 乌韩总统泽林斯基 首次说出重磅的狠话 那就是如果西方放弃援助乌克兰 以抵御俄罗斯的入侵 乌克兰将在数月内造出核弹 说出这样的话来 并不意味着他觉得特朗普会削弱 对乌韩的援助 之所以这样说 是提前给特朗普打一个预防针 防止特朗普突然之间削减了对乌韩的援助 因为说实在话 特朗普确实难以预测 谁也不知道特朗普究竟将来会怎么办 与其等一个不确定的因素 还不如主动出击 这段时间 欧洲几乎是主动出击 尤其是法国总统马克龙更是一马当先 宣布向乌克兰提供数量不菲的援助 法国决定 让乌克兰交付六架幻影战机 此前的计划是三架 此外 法国还想在2024年底前 向乌克兰运送600枚AASM全天后空队地导弹 英国前手枪约翰逊有动作 英国现任首相也有动作 据每日电讯报报道称英国首相斯塔莫将敦促拜登总统 在特朗普上任前 从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中拨出200亿美元给乌克兰 斯塔莫计划在下周的G20峰会上 与拜登进行私人会谈 争取允许基辅在俄罗斯领土上 使用风暴音音导弹 可能有网友感到不明白 为啥英国生产的导弹 非得要美国同意呢 这主要是因为导弹虽然是英国生产的 但是里面的一些技术却是美国的技术 因此如果美国没有同意 英国还真不好随便做主 再说了 如果拉上美国同意了 那就相当于英国 美国站在同意阵线上 俄罗斯即使报复英国 也要考虑美国的态度 现在乌克兰缺的不只是导弹 还缺人 波兰及时提供了援助 乌克兰国防部发言人拉祖特 拉祖特金11月12日表示 在今年7月 波兰与乌克兰政府达成在波兰招募海外乌克兰军人 并在波兰进行培训的协议后 截至当日 共有近700人申请加入乌克兰的军队 第一批男性志愿兵 已经开始由北约教官进行培训 虽然目前只有区区的700人 但是随着俄乌战争的进行 下一步估计会有更多的波兰志愿者 加入这场战争中来 欧洲对战争的态度又积极的 又不积极的 德国总理舒尔茨就比较消极 由于其消极态度 德国联邦议院将于12月16日 对总理舒尔茨进行信任投票 舒尔茨本来期望将信任投票拖到明年一月的 但是现在看起来他的计划落空了 我觉得像这样的人还是早点下去吧 让支持乌韩的强硬派上场 据悉 德国新总理候选人反对党 DU领袖伯利德里希·梅尔茨是个强硬派 他表示自己愿意与普京就结束战争进行会谈 讨论结束乌韩战争的问题 但必须在一定的条件下 如果欧洲和跨大西洋伙伴之间有理由和共识 梅尔茨还补充说 他将向莫斯科扒出最后通牒 要求其在24小时内停止敌对行动 如果莫斯科置之不理 他将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导弹 并允许深入俄罗斯境内进行打击 这才是真难忍的 在这风云变换的关键时刻 就不能容许舒尔茨这样 把头埋在沙子里的人在台上赶紧下去吧 泽尔茨基有个目标 就是想让乌克兰人民按自己的方式去活 脱离俄罗斯 摆脱俄罗斯的阴影 这是一个崇高的目标 要脱离俄罗斯真的是不容易啊 因为乌克兰就在俄罗斯旁边 乌克兰的悲剧就是离天堂很远 离俄罗斯很近 但乌克兰所有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乌克兰也正在逐步的接近目标 这是世界人民之府 这是乌克兰人民之府 让我们密切关注这场俄乌战争 千万不要觉得 跟我们没有关系 这个世界是一个整体 地域划分是相对的 而不是绝对的 任何一个地方的大世界呢 都会牵引发而动全身 地球某一个地方发生战争 千里之外的普通人 可能因此而失业啊 甚至陷入绝望而走上绝路 没有谁能够置身事外 我忠心的祝愿乌克兰能够 能得这场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 一旦到了那个时候 乌克兰人的自豪感将会如高压水井 被打破一般的喷涌而出 到那个时候 乌克兰人就可以自信而骄傲的 对全世界说 俄罗斯想在俄乌边境架几门炮 然后出动几辆坦克 就想征服乌克兰的时代 已经一去不复返了